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12条第一项第14款规定 一个小型车格位得停放一辆以上大型重型机车 不过这项规定不仅占用有限的汽车停车格空间 也经常发生移车毁损等纠纷 因此台北市停管处也拟机车与大型重型机车 共用机车格位示范计划 期望提升停车空间的使用效率 因为现在的大中机的停放规定是停放在汽车车格 那虽然说可以一格停多车 但是因为大家的停放习惯还是会一格停一车 所以就会造成其余的停车空间的浪费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提升停车的空间 所以我们做了这个示范计划 机车与大型重型机车共用机车格位示范计划 将在杭州南路一段24号以及徐州路2号两处地点示范 示范地点设置专用标志排面 未来共用格位内每辆大重机收费费率都比照 限定路段机车费率计算 以减少大重机使用族群停车费率负担 目前的使用率 以我们的开单字要使用率没有很高 就是在汽车的方面 对那可能担心就是可能一般他们也找不到位置 或者是说停放汽车他们怕有撞击或什么 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示范计划 庭管处指出 示范期间将持续搜集使用者及各件意见纳入评估 并检讨修改相关内容或措施之后 将在示范成效提交交通部作为修正相关规定的依据 记者刘德宇采访报导 s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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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